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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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談完了 到底該不該買房 租房好還是買房好 之後呢 我們要來談談 十支十付醫療險 我想好多觀眾朋友都關心這件事 因為11月8號會有新智上路 什麼新智呢 就是十支十付的醫療險 而且11月8號以後呢 一個人限定最多只能買三張 聽到這句話我就好想買 通常呢 通常有那種商店嘛 限定一個人只能買兩盒的 就越多人排隊 限定一個人只能帶一箱的 就越多人去買 所以當他限額三張的時候 保險售價就來了 你再不買來不及了 因為我們回到新聞 11月8號以後 新智上路呢 你不買的話以後買不到 是真的嗎 不買以後買不到嗎 來 鳳和老師 這個其實之前也都講過 台灣那個每半年就會什麼 漲價 停賣 或者限制 果然沒錯 你看我們現在 之前我們講的重續險 還沒講到多久 現在又來一個了 11月8號就開始了 你不能買太多 你只能買三家 你只能買三張要收據的 買太多 以後的保險公司不賣你了 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 真的應該要搶買呢 這裡頭有幾個我們想要 釐清的 是 十支十福 什麼叫十支十福 十支十福 是不是就是用多少 就可以理賠多少 這個按照字面上 一般我們業務員 簡單的一個話數 就是十支十福 花多少錢賠多少錢 可是不一定 我常常告訴各位講說 我們那個買保險 不能用你腦袋裡面想的 因為你想的 跟保險公司想的不一樣 可是他不是就叫十支十福 好 我們這邊舉個例子好了 這邊阿寶之前出意外 受傷了 骨折了 骨折了 他第一次去住院的時候 他有買十支十福 但他的額度只有20萬而已 可是他第一次住院 花了15萬 花了15萬 還不到出院以後 又不到14天之內 又去住院一次 又花了10萬塊 因為有感染 因為有病發症 所以15萬加10萬 總共是花了25萬 可是拿上去去理賠的時候 保險公司只理賠他20萬 為什麼 他不是買了 十支十福醫療險嗎 為什麼 兩次住院花25萬 只賠20萬呢 請鳳和老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就是收據 它有一個額度 保險公司的額度 就是20萬 你多了 沒有 你多了沒有 我們一般看這個保險公司的 這種十支十福的這種保險 我們大概就會看 像譬如說這個 所以它其實是有限額 對 我們病房費 病房費大概都會有個限額 加護病房也會有限額 那雜費 雜費大概 每家公司不太一樣 有的是6萬 有的10萬 有20萬 像剛剛那個阿寶 他買的是20萬的 他買了20萬 他就因為這個限額的問題 所以他只賠到 他花了25萬 可是他只賠到20萬 所以所謂的十支十福 是在限額下 因為他要合理的治療 合理的住院 而且額度之內 才十支十福 他是這個樣子的意思 並不是那麼樣的簡單 我花多少錢 就一定賠多少錢 這是一個絕對錯誤的觀念 好 所以 優原沒有告訴你的 是在限額下十支十福 十支十福能不能買 該不該買 在買之前我們要先搞清楚 十支十福是怎麼回事 你搞清楚之後 再來決定要不要買不吃 不要很衝動 售貨員叫你買的 就換你去買 所以是限額下的十支十福 對... 那這裡面的表價就是 它那個雜費 剛剛講的那個雜費 你看醫師 醫師診察費 指定用藥血液 各位仔細看一下 這裡面好像列了好多條 好好喔 好多條 這個太好了 可是你仔細看一下 醫師診察費 血液費 掛號費 往來救護車 這些好像基本上 健保都會給付 是不是 它列了100項也是沒有用的 它主要的可能就是 醫師指定用藥 這一項而已 所以在雜費裡面 就是這一項而已 也就是說通常十支十福 我們用得到的 大概就是醫師指定用藥這項 或者是一個特殊的鋼材 像剛剛講的那個 阿寶他跌倒了 他可能用比較好的鋼材 比較好的鋼釘 所以說他才會花15萬 又花10萬 但是他可以住比較好的病房 可是他那些額度的限制 他以為他花了25萬 就會保險工作就賠25萬 可是保險工作只賠他20萬 那十支十福 如果能不能我去住好一點的病房 然後除了健保之外 又要再多付我那1000塊呢 可以 那你的其他部分 如果保險工資不付 你要自己掏腰包了 所以絕對不是你花多少錢 就賠多少錢 好 絕對不是花多少賠多少 而是在限額下 花多少賠多少 好第二個問題是 通常我們買了十支十福 醫療線保單之後呢 我們就會拿收據去申請理賠 只要有收據 而且是醫院的喔 醫院的喔 醫院的收據 醫院的收據 是不是都會賠呢 這個收據喔 大概有分三種 收據哪有分三種 我講的簡單講 大家搞不清楚 一個叫正本 正本大概就很清楚 可能黃色的啦 綠色的啦 白色上面有那個醫院的章 這個叫正本 那叫正本 另外一個也很簡單 叫影印本 就是影印機 影印出來的叫影印本 這個也很簡單 比較麻煩的一個叫副本 一個叫副本 什麼叫副本呢 因為正本只有一份 正本只有一份 副本可以好多份 那正本掉了怎麼辦呢 這邊就有一個例子 好 因為我們十支十福 一定要收據 這個阿嬤呢 她就做了這個 髋關節的這個手術 自費 她也自費 她也有買這個十支十福 可是呢 她花了七萬五千塊錢呢 但是 她要向保險公司 申請理賠的時候呢 收據不見了 儀式醫療收據正本 不見了 所以她就要申請副本 她申請副本 可是保險公司呢 她自己家買的保險公司 一定要收據正本 不接受收據副本 所以她收據儀式了 她的這個七萬五千多塊錢 只能理賠五千塊 她這七萬塊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很明確的 她就是沒有收據 她就說那我收據儀式了 不是 我可以用副本啊 不行 因為她這家公司 只能用正本 所以她正本的部分 只五千塊 其他的都不見了 然後去申請副本 都不能理賠 但是我現在告訴 所以這個阿嬤只賠了五千塊 告訴觀眾朋友 一個辦法 如果你收據真的丟了 沒有關係 你去向醫院再申請 補發一個收據正本 可以補發 但是問題是補發的時候 可能程序上就很麻煩了 她要叫你簽很多切結 所以你這個原來的收據儀式的那個 你不可以拿出其他什麼用 沒關係 麻煩 沒關係 只要能夠盛請得到錢 對 那個阿嬤可能是不曉得 不清楚 所以她用了 那這個阿嬤的商品 告訴她 那可能那個商品不見了 商品離職了 我們是常常有發生 這樣的情形 那這個就是收據正本的問題 收據正本及明細表 要注意 不要以為實知實付 你只要有收據就可以領 不是的 是的... 好 所以實知實付醫療險 到底該不該買呢 至少這兩件事我們先搞清楚 是... 如果沒有搞清楚就買了 也許將來跟你的想法 會有些落差 好 到底理賠遭據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有一個高先生 左側書尿管結實並肾水腫 好 他到醫院去門診 接受體外症波碎食治療 之後就拿著收據副本 難道是因為副本嗎 就向保險公司 申請實知醫療險理賠 卻說不行 是不是就是因為副本 這個又不是副本的問題 這是一個認知的問題 認知的這個手術 以前我們腎結石 以前腎結石的話 肯定要開個刀 小刀 然後就把你腎裡頭的石頭 給它夾出來 可是跟著醫療水準 醫療技術的進步 現在大概不用開刀了 所以我們來看上一頁 他現在沒有開刀對不對 沒有開刀 我們回到上一頁 他是用鎮波 體外鎮波碎食治療 對 這個鎮波就是沒有開刀 所以沒有開刀就 對 他以前買的這個醫療保險 可能著名在他手術 就是要開刀 或者住院的手術 他這個簡單講 我們可能勉強稱為 他就要門診手術好了 對不對 門診手術但是又沒有開刀 這個在理賠的時候 這個在理賠的時候 就會產生現在的醫療技術 跟以前的保單條款 中間的一個差距 那麼保險公司也不錯 有些公司可能會打折理賠 有些公司可能會全額理賠 還不一定 在保險合約裡頭會寫清楚嗎 他會寫 住院醫療手術或門診手術 有的公司 他會在裡面特別註明 門診手術 那他剛剛那個算不算門診手術 剛剛那個 因為他沒有開刀 所以也有些保險公司認定不是 對 有些公司會認定不是 有些公司 擇優理賠 他可以認定是 那絕對不會100%理賠 對 因為現在的技術 跟以前20年前的條款 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醫學技術日新月異 有些現在要開刀的 過三年後不開刀 不用開刀 那我可能就拿不到理賠 那這個時候 有時候可以跟保險公司去 去談一下 目前我們保險公司 還有些都還滿佛心的 可能打折理賠 是不是 不然是我的 承告 黃色巽 有些場面 自己是 自己連邀 爭